我叫做歐佩奕 英文名叫Toby 這個戲是講兩個人 一個是我 另一個是伯伯 他就是前輩演員 這戲就發生在商場很小型的發營屋裡面 本來我在裡面好像準備想收工 誰知伯伯就闖進來 不斷說要剪頭髮 我不斷趕他走 後來他用了很多方法 總之留下了 進來我這間發營屋 因為他很想找人傾訴 到最後我們兩個都是 一個很偶然的寂寞人 雙魚 然後我們一起度過夜晚 很小品 不是很戲劇性的故事 香港 兩個人兩代人之間 他們自己心裡想的 一些感受的故事 我是Charlie 其實我是一個真正的發營師 今次這個戲 因為發營故事亂發生 所以必然需要一個武術指導 所以我擔當這個武術指導的角色 我的角色就是 如何鞭撻勾配型 去幫勾配型 建立一個比較美好的形象 在haircut方面 希望今次可以 用少許的時間 將它訓練成為 一個比較半專業水準的 一個發營師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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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